走进卖场货架一片空荡荡 这里是北京最后一间加勒服四元桥店 13号无预警暂停营业 卖场还家回应 16号就会恢复营业 但加勒服分店关门 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闻 曾经开遍全国的加勒服超市 比倒闭还有多远 撤规退卡货架空空 2019到2022年上半年 加勒服中国的净亏损 合计达近49亿元 加勒服涌现退卡超 民众气到破口大骂 我这是花现金买的 你现在给我现金钱不掉 现金除职的加勒服会员卡 已经不能用于大部分商品 少数能卖的则早就挤兑一空 那你说这里买啥 我还投一千 这个是两千 整个这是一千三千 加勒服近半年来 在中国已经关闭106间分店 财报更显示加勒服今年上半 净亏损19亿人民币约合台币83亿 一旦北京分店宣告西分 等同加勒服全面退出北上广深 也就是北京上海广东深圳 前见中国经济不景气 民众购买力下降 提前迈入萧条寒冬 家长带着小朋友 准备前往幼稚园上学 没想到却不得启蒙而入 因为幼稚园才开学5天 竟然无运机倒闭 招募了三四个小孩子 招募5年 就是说是招生招的少就宣布倒闭 中国江西南昌 一间名为塔尔米罗的幼稚园 原本大中小班 一共招募34名学生 其中26人已经缴交 大约3980块人民币 大约台币17460元的学费 没想到9月5号开学 9月10号中午 就宣称因为招生人数不足 无法支援整学期的开销 宣布倒闭 我们今天就要拿到钱 家长不满闹到警局 原来幼稚园退费 既然只退了770块人民币 大约台币3377元 连一半都不到 家长签缴了 孩子还没办法上学 中国警方介入 要求原本和家长签协议书 除了承诺一年内 会拓完50%的学费 还安排学生到附近幼稚园就读 才暂时解决问题 只不过这起幼稚园倒闭事件 并非单一事件 我9月1号交的钱 我4号来上扣必然 这不是客人吗 之前河南也传出 有家长才缴完幼稚园的学费 但幼稚园同样因为资金不足 宣布倒闭 超过200名家长受害 去年全国人口 9次出现负增长 受疫情经济因素影响 中国人口成长停滞 甚至去年生育率 只剩下1点凝旧 剩下历史新低 也让许多幼稚园 面临招生不足等同难的酒精 生育率无法回升 恐怕类似的倒闭 超海涨持续 你说贵州宣布破产 天津也说自己要破产 太离谱了吧 现在天津很麻烦 为什么天津目前的负债率 是百分之五百 简单的说 我天津税收一块钱 我就欠了人家五块钱 天津的一个负债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百 所以城市已经破产了 那目前的债务是收入接近 债务是收入的三倍 所以是中国所有省市的一个冠军 现在天津缺钱 缺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只要任何地方有钱 他就去借 发生什么事呢 天津的一个河北区 他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口袋都没钱 薪水发不出来 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中国的寺庙进去 要收门票 拿箱做任何的事情 通通要收钱 所以中国的寺庙宗教大发财 他们就去找了大碑市 据传借了几个亿 借了几个亿之后 维持了四个月的一个 整个政府的一个开销 又没钱了 又去找大碑市 大碑市气呀 气得不行 他说你三月来借到七月 你钱没有还也就算了 你到现在还要来借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不是施主 世界上也没有人到庙里来化缘的 是我们和尚出去化缘才对 所以现在天津的整个庙 都已经借完了 现在夸张到什么呢 公车 他们现在天津的一个公车 说什么呢 说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就没有发工资了 那没有发工资呢 这些公车司机说 你们不发工资 我们就回家 自己一碗饭撑着也好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 社保都停缴了呢 可能很多的观众会说 那社保停缴发生什么事呢 社保停缴就是你连买药 都要自己付钱 所以他们好多人 就去路上维权 天津其实正常来说的话 北京 天津及广大河北地区 这个是中国的首善之区 过去正常来说的话 应该是经营得非常好才对啊 没有想到现在真的不行 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 这个叫瑜伽堡 瑜伽堡过去叫中国的曼哈顿 结果现在在整个金融区 大家一看 天哪 百分之八十通通都是空楼 购物中心也都没有人 所以留下了接近五百亿人民币的一个债务 当地人说 怎么会盖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史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天津简单的说 天津它是一个 没有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 整个路上各位去看 美轮美奂 但是怎么看就没半个人 很奇怪 那好多人过去对中国大陆 充满着一个幻想 例如说香港的第六大的一个富豪 他叫潘苏通 潘苏通他把全香港所有的资产 全部都换成了整个抵押完 换成人民币之后 他要去天津大发财 整个在天津打造了 三十三栋的一个豪宅 跟一百一十七楼的全世界的最高楼 结果这个最高楼 现在惨到什么状况 外壳已经好了 没有钱装电梯 也没有办法完工 所以现在就挂在那边 变成全世界最可怕的一栋 所谓的未完成的一个高楼 但这个潘苏通 现在也惨到不行 刚有跟各位说 他本来是香港第三大 第六大的一个富豪 本来日子是过得美滋滋的 现在被拍卖 而且周转不灵 现在据传在香港 整个财产是瞬间归零 但大家去看天津 很多地方很奇怪 各位你们还记得吗 中国它的整个含金量 其实不高 可是中国 它是全球产金国的前三大 中国一年是三百七十吨 澳大利亚是三百三十吨 俄罗斯是三百吨 但人家的金矿是很足的 很容易提炼 所以他们中国 他们的那个金矿 据传要用整个 所谓的氧化还原法 把它还原出来 用什么来氧化还原呢 各位就是所谓的氢化钠 可是这个氢化钠 有个大麻烦 第一个 全世界都有标准的一个规定 你在城市当中 你在整个海港 你在整个机场 多少的距离以外 才能够放氢化钠 为什么呢 氢化钠轻轻一点燃 蹦下去 各位它的整个爆炸威力 就跟火药一模一样 各位还记得 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吗 天津大爆炸那时候 700吨的整个氢化钠 爆下去之后 慧明姐 它就跟24吨的TNT 黑火药爆炸威力一样 所以那时候 后来西方有做过实验 例如说我们在台北市 我们去想说 我们台北市市中心 宗孝东路跟复兴北路那边 有一间非常大的一个 百货公司 对不对 你用6公里画一个方圆 远到关渡 到整个新店 所有的玻璃全部都要破掉 就是那么多的氢化钠 它瞬间炸开的时候 瞬间炸开的时候 6公里的范围玻璃全部破掉 这一家放氢化钠的公司 叫瑞海国际 瑞海国际 大家都晓得 他们的老板 刚刚好是张高丽的亲家 然后简单的说 张高丽她的女儿 嫁给这个人 他们这家人就在那边经营 结果后面往内一看 不得了 发生什么事呢 瑞海国际的老板 其实就是张高丽 张高丽她在卫生到整个国家副总理之前的前一任 跟目前的陈明尔一样 她是天津书记 所以整个用这么多的黄金 放了这么多的一个违禁品 谁允许的 就是张高丽允许的 但没有想到这次的大爆炸 让整个天津元气大伤 发生了天津大爆炸之后 张高丽还是升官 没有错 而且她位置还没有动 所以后面才会有 跟网球员另外一段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